大家好,我是Jesse 今天呢是一个Connected Pool 就是英国的这个Summer Sale 基本上都到尾声了 然后在过去的一两个月里面 我陆陆续续买了一些东西 所以就想把它们放在一块给大家做一个分享 然后我之前有做一个关于Zara的一个Summer Sale的一个Clothing Haul 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点过去看一下 我会把链接放在我的Description Box里面 然后今天这个呢是我之后陆陆续续买的一些东西 我会从衣服开始介绍 然后呢是鞋子 然后是Accessories 就是一些除了衣服和鞋之外的那种小杂物吧 然后东西有一点多 然后我说话也会比较啰嗦 所以为了不要这个影片不要太长 所以我们直接进入主题 第一件呢是这件浅薄和绿的上衣 它是Zara的 虽然我前面已经有做一个Zara的shopping 但是其实在Summer Sale期间我去了 大概逛了Zara三次 然后所以这一件没有来得及放在那只 专门做Zara的衣服分享的视频里面 但是我还是很喜欢这件衣服 所以我还是很想分享给你们 首先我很喜欢这件衣服的颜色 它是这种很浅的一个薄荷绿 在夏天来说我觉得非常的清爽这个颜色 还有一个元素我基本上是无法抗拒 就是这个灯笼袖的设计 我基本上看到这种灯笼袖的设计 如果它不是太难看 我基本上都会买下来 我就是cannot say no 就是超级喜欢 它还有一个就是它这里其实是 还有一个露肩的设计 就是说它你穿上的时候 你的肩膀是露出来的 虽然是一个长袖的衣服 但是它这里还有两边 都有一个露肩膀的这么一个设计 所以我就觉得它这样就很 很又又清新 然后又有一点就是女人味吧 然后它背后呢是这样的一个 大的一个V字型的剪裁 然后中间有绑一个袋子 所以你可能里面需要再穿一件衣服 但是无所谓啦 我觉得穿一个什么白色的小背心 或者那种抹胸都可以 然后它这个还有它的除了颜色以外 还有它的布料是应该是雪纺一类的吧 但是它是做成这种压就是压成这种摆很细的摆折花纹的这种 这种所以我就觉得还蛮别致的 不是一个平的一个布料 它这样就很有立体感 为了配这件上衣呢 我还买了一条这个同样是薄荷绿的短裤 这条短裤是薄荷的 然后它也是薄荷绿 但是比上衣来加的薄荷绿要稍微深一点点 你们可以看我如果把它们放在一起 应该能看出来它这个颜色的比较 然后它是下面是这个花瓣的这个设计 我觉得蛮可爱的 然后跟上衣 你看它上衣的下摆 其实设计的也是比较洒开的 不到荷叶吧 但是有一点点那种洒开的荷叶边的感觉 就跟裤子这样花瓣的这种设计 我觉得还算和谐搭配在一起 然后接下来是一件Topshop的短袖上衣 它是有今年最流行的这种Strappy的设计 就是绑带的这样 然后交叉的在这边是绑带的这样一个感觉 然后它其实我买了两件最开始 有这件还有一件是早红色的 然后我试穿了两件之后我发现 那个早红色的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好看 就是我本来想说 早红色应该是再配一个红色的口红 或许会很搭 但是我发现那个并没有很适合我的肤色 反而这一件我本来以为会土土的颜色 但我发现其实这一件穿上衫的颜色 它非常的阳气 或者是怎么讲 或者说很很适合当下的流行趋势的一个很fashion的颜色 而且它很百搭 就是你对于你的妆容和你下半身穿的衣服 它的搭配度也更高 这个颜色 所以我其实没有想到 但是我买来试穿以后我发现 哇哦真的是爱不释手 然后它的这个袖子呢 是比较在短袖里面 它又不到中袖 但是它比较偏长 然后呢它这里一个这个身 但是虽然是一个算是身位的设计吧 但是它这个V字形 不算身到非常下面 所以还还是我可以接受的程度 然后它整个下面也是整整件T恤呢 算是比较修身的 但是也没有说紧到裹在身上 所以我觉得它给人一种又很有当下 今年流行的趋势 但它的颜色像这种颜色和它这种 比较长的短袖的设计 又有一点复古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它是 把两个流行和复古结合的蛮好的 然后颜色又很特别 很抬肤色 然后又很百搭 接下来是 还是Topshop的 但这一件呢 就是一件 连身的一件 它应该算是上衣 但是它是连身的 就你们 你们知道这种设计 就是说 你穿在 把衣服扎在裤子里面 有时候衣服会跑出来嘛 那它有这个下面这个 就是可以 可以打开 但是也可以扣上的这么一个 就像 就像游泳衣一样的 这样一个设计以后呢 你这种衣服 你就把它扎进裤子里 扎进裙子里 它就绝对不会跑出来 所以这个衣服它就是这样的 这种设计 它是一件上衣 但是它是连体的这样 然后它设计很简单 就是一个深蓝色 然后这种包裹型 包裹住的这种一个 威领的一个上衣 然后我试穿了一次 我发现它就是那种 呃 比较紧身的 就是包在身上 然后曲线都包的很好的一种 然后呢 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这个短袖 也是设计的比较长 呃 我觉得好像 这种短袖设计的比较长 就会比较 比较有气质 就是比那种很短的短袖来的 更有气质一点 更有复古风一点 下面也是一条裙子 是River Island的这一条双层的 呃 连衣裙 它是连衣裙 但是做的是 好像是两件的感觉 但其实是一件 然后上半身呢 是一个长袖的 但是是高腰的一个设计 一个上衣 然后下面是一个 就是包裙的设计 就这样 然后它的这个布料是有一点压 压成这种条纹状 等等 然后全黑 没有别的一些 任何的装饰 或者是 呃 花纹 就是一个纯黑 然后它背后呢 呃 也就是这样 有一颗 呃 扣子 然后就没有别的了 哦 我觉得这一件穿起来 有一点 商务的感觉 但是它又比一般的 商务的包裙什么的 来得要活泼 有设计感一点 所以我就想说 呃 可以 可以买来以后 如果有什么 比较正式的场合 如果我要去开个会啦 或者怎么样 我或许可以穿这 这条裙子 最后一件衣服 也是一件连衣裙 是一件 硬化的连衣裙 它算是一件小礼服 因为你看它这个设计啊 就是它是硬的一个 比较典雅的 算是康乃星之类的花吧 然后呢 呃 也是威领的设计 然后包裙 然后有点收腰 然后大概是到极西的一个长度 呃 你可以看出来它这条裙子是 算是比较典雅的 而且它全身没有 呃 没有什么拉链 所以你真的得 呃 呃 把自己给塞进去 然后你会发现它包的 把你的身材 包的非常漂亮 更棒的是呢 它前面这一 这里是一个 有一个这个 褶皱的一个 一个设计 因为有了这一片 所以你即使你的 呃 身材不是那么完美 有一点点小肚子啦 什么的 完全看不出来 就是只感觉 把你的身体包裹的 玲珑有质 但是看不出小肚子 我就觉得 哦 perfect 这个设计太棒 好衣服介绍完了 下面是鞋子 呃 第一双呢 是这个 River Island 买的一双 凉鞋 呃 如果你们有看 有关注我的微博 或者Instagram 你们或许已经看过它的照片了 因为我已经 没有办法等到我录这支影片 在之后再穿它 因为我就超级想穿它 然后所以我已经穿过它 一两次了 然后我就真的很爱 就是因为其实说真的 呃 它这这种 有点怎么讲 印度风格 或者是波西米亚风格的这种 鞋子也好 衣服也好 其实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我很少会买这种民族风情的 呃 衣服 呃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特别喜欢这一双鞋 呃 它首先是我喜欢的 后面 后面是 拉链的 我觉得相对会更方便 然后它后跟有一个翻皮的处理 然后这里呢 呃 前面就是一个这种 像是编成辫子一样的 还是什么的 然后关键是前部 你看前部它有这个 抱纹吧 动物纹路的这种设计 然后还有这个 一圈一圈的比较粗犷的金属的 然后还有这个 有圆的这种小晶片的这种 像项链一样的一圈 然后又是夹杂动物花纹 然后呢 还有这种香水钻的一圈 然后又是抱纹 然后还有前面这里的一个 这个金属的 呃 这个盘 这个圆盘吧 然后它又是一颗 这种 呃 算是 蓝绿色吧 反正我就觉得它这种金色和绿 这种蓝绿色 搭配在一起很好看 就一点都不会土土的 然后它还有这个 小的 算什么 流苏啊 还是什么东西 就是又 又让这个鞋子 又 而且它下面这一圈也是 也是算是可以 晃来晃去的 就感觉鞋子 你穿在脚上就 一个是设计感很强 它有很多 繁复的细节 然后呢 它还有动感的设计 唯一的一个 呃 算是缺陷吧 就是你在很安静的地方 穿它的时候 你走路 你能听到这样 这样的 摇 这些 这些小东西 撞击 摇 摇动的时候 撞击在一起的这个声音 但是 I don't care 然后下一双呢 是一双 我觉得是很sexy的 高跟鞋 嗯 是这样的 是这双鞋 呃 它是我在ASOS买的 这个皮是 有点做成像蛇皮的纹路 就是大概是蓝色 灰色和粉色 反正混合在一块的颜色 然后关键是它这个绑带的设计 今年流行的几大元素 就是绑带 所以我真的买了很多 这种有绑带的 不管是 穿在里面的 Ballet 我刚才说的上衣 然后还有鞋 它这个绑带是 你脚穿进去了 然后你可以在脚踝上 大概绕个一两圈 然后把这个打一个蝴蝶结 在脚后跟 这个黑色的线 在脚踝上这么绕 我就觉得很 很有女人味 很性感 但是又不会太过 它这个跟 还不是很高 你看 它这个虽然它没有防水台 但是它反正根也不算高嘛 所以我想还是能够接受的 应该就是说 日常可以穿的机会 算比较多 我觉得 这个跟跟蝎我是非常喜欢 我是一直忍着 其实我早就想穿了 但是我就一直忍着 我录完这个视频 我想我明天 maybe 后天 我可能就会穿它 好 下面还是鞋子 这一双呢 是一双布鞋 是Miss KG 我很喜欢这种 就是像草鞋底的这种平底鞋 但是它除了是草鞋底呢 它鞋底上又有一层橡胶 所以其实你如果真的是下雨什么的 你不用担心 它不是真的就底下只有草鞋 就是它其实是可以防水的 一定程度上 然后呢 像这种草鞋底的布鞋 还有这种就这种这种样式 你们看综合就overall 这种款式 其实流行的大概四五年了吧 其实已经不是最high最夯的时候了 但是我觉得这种鞋 一般来讲 比较都是非常休闲风的 但是它这一款 因为它是采用这种亮片的设计 所以下让这双鞋就是 比起一般的这种款式的草鞋底的 这种布鞋 又多了一点华丽的感觉 或者说设计感 那可能你可以稍微搭配一些 不是那种太休闲的衣服 你可能也可以穿这双鞋了 而且对于这种布鞋来讲 它这种亮片设计就让这个鞋感觉 特别了很多 好衣服鞋子我就说完了 下面呢就是accessorize的部分 accessorize我先从饰品来说好了 首先是一个小小的 非常简单的 Emoji的项链 它是我在Urban Outfitters买的 非常的简单 就是两条金色的链子 一个上面是一个圆圆的 Emoji的头像 上面是一颗星形的 但是中间也有一点点Emoji的图像 我就觉得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特别的 但是有些时候你就是想要 带一点饰品 但是你又不想精心的去挑 就想随便抓一条可以摆搭的 那我觉得它就算是一个 这种类型的 就是你不用认真的去想 这个搭配什么衣服什么 就是它就是很摆搭很随意的 一个一条项链 然后你可以随时你今天想稍微 你可能觉得衣服有点单调 你想增加一点亮亮的东西在身上 你就把它拿来 然后就带一带 就很轻松就可以出门 然后不会太扎眼 然后但是又可以增加一点亮色 接下来是一对耳环 这一个耳环是我在 啊不对 我是在ASOS买的 然后它是银色的 我其实说实话 饰品我很少卖银色的 但是我觉得这一对耳环 嗯就是要银色才好看 它有一点类似于说是 这种设计 我觉得有点像那种 Dreamcatcher的感觉 然后我还在 嗯 嗯 Topshop买了一支手表 然后这一支手表呢 就是 嗯 它就是 中规中矩啦 就是一支银色的手表 但它的表盘是有一点这种 像是 背母的那个里面那一层 嗯 然后呢 它外面有一圈小碎 小的碎钻 蛮简单的 就没有什么特别的设计 但是因为我没有这种 就是 中规中矩的手表 而且我也没有 我也没有 银色的手表 我就大部分饰品 包括表 我都是买金色为主 然后它这一支手表就是 还就是 虽然它是中规中矩的手表 但是它还是有一点点的 像这些小 在门外圈的小水鑽 小水鑽 然后表盘上的这些 比较像 嗯 背母的这种 这种花纹 就是花色 所以它又是震惊着手表 然后但是又有一点点的那个 装饰性吧 所以我就觉得 嗯 还蛮符合我的要求 接下来是一个墨镜 这个墨镜 是我在Evern Outfitters买的 呃 它是一个 你看它 重点就是 它是一个磨砂黑的一个边框 然后呢 一个 墨镜 镜片是有一点点 渐变的吧 就是从上面比较深 上面比较浅 戴上去就是大概讲 我觉得还蛮酷的 因为它是这个镜框 是磨砂的黑色 因为我 鼻梁比较低 所以它其实这种就是 一体成型的这种 镜 眼镜架 其实 对我来讲 不太好找 然后这个还算 还算好 就是不会很 很容易往下缓 所以我觉得 嗯 那 设计我也喜欢 然后 戴起来也还蛮舒服的 那就 收下啦 好 最后两样东西 都是Evern Outfitters的 然后第一个 是这个 不是第一个啦 就是倒数第二个 是这个 大的 超大好的香薰蜡烛 嗯 它是打折打到12磅 我买的 虽然说也不便宜 但是你知道 就是香薰蜡烛 好一点点的香薰蜡烛 都买的很贵 你想它到这个size 然后12磅 已经算是超便宜了 就是我买的那种小的 嗯 大概就是一般的喝水 可能就是这个 这个蜡烛的 嗯 大概三分之一大吧 然后 TOP SHOP 都要10磅 但是你看这个 JAMADA 它才达到12磅 已经超便宜了 然后它的做的 又真的蛮精致的 就首先它是 呃 有两个蜡烛心 味道是有点 有点像洗衣服 洗了衣服之后的那种 那种香味 然后比较清爽吧 最重要的是 它呢有一个 它有配一个木头的盖子 而且它这个盖子有这个 嗯 软的这个 橡胶的这个密封圈 所以 因为你知道就是这个 香薰蜡烛 你点 你一般都是睡觉前啊 会点一下 那一般你睡前 会把它吹灭 但是吹灭以后 除非它是无烟蜡烛 不然都有烟 那个烟其实很难闻 然后一般呢 这种 即使有盖子 但它不是密封的 所以你还是能闻到一点点 那个蜡烛熄灭以后的烟味 那它这个盖子 真的是太合我意了 它不仅 有这么好的一个盖子 然后还有密封圈 那就是说你把它熄灭以后 你就闻不到那个烟味 然后我就觉得 哦 这真的是 很懂 好 最后一件呢 是一个很可爱的 我叫它菠萝包 咦 很可爱吧 它其实是 就是 在Urban Outfitters的网上说 这个是个笔带 就是它其实是 pencil box 但我肯定不会拿它当笔带 我是打算把它拿当一个 就是日常 平时出门装杂物的一个小的 小的 杂物袋吧 可能大概会就是装一点零钱 装一些卡 装一点补妆的什么口红啊 粉底之类的 呃 我可能会把它当个杂物包 然后你知道我 我这种 这种包就是 它 大小我觉得还蛮合适的 就是比我手 再大一些 大概 诶 对差不多 比我脸小一点 然后 其实 因为我脸比较大 其实这个包 我觉得已经算很大了 所以比我脸小一点 然后它里面就是 这样 是 就是一层 然后呢 背后还有一个 小口袋 呃 不算很深 但是可以装一点点 可能 maybe 硬币什么的 然后 而且它的那个 它的这些 你看它的这些 呃 拉链 这种 五金件 质量都蛮好的 都比较厚实 手感也很不错 然后它这个 嗯 菠萝的造型很可爱 然后虽然它是亮闪闪的 但是它并不会 像有一些这种 亮闪闪的包 会掉金粉 它完全不会掉金粉 所以你日常 哦 我刚说不会掉金粉 看到一颗金粉掉落下来 但 就真的总体来说 不算是那种 一摸一手的金粉的那种 它不会 但你可能使劲扣它 还是会掉一点 嗯 然后 就然后 关键是很可爱 有没有 就是你把它当从 日常的那种杂物包 你把它从你的 包里面拿出来 可能 然后打开 取一只口红 补补妆 或者把你的镜子 拿出来照一照 或者是 呃 摸一张 揭分卡出来 用一用 然后别人就觉得 哦 我想 我相信了 虽然我还没有开始用 别人都会 就是非常的吸睛 然后别人都会觉得 哦好可爱 然后 对啊 它就是这么可爱 好今天的分享呢 大概就是这些 希望你们喜欢这支视频 也希望你们喜欢我分享的东西 然后顺手给我点个赞 然后如果想到看更多的影片呢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哦 在YouTube和优酷 都是Rare Jessie 那如果想了解我更多日常动态呢 可以在微博和Instagram上关注我 也是Rare Jessie 那我们就下次见咯 那我们就下次见咯